今天要去凤凰卫视 去见我的好朋友 很出名的主持人 王兴姐 要上他的节目 很有趣的就是 上的是他的粤语节目 我的粤语也是 不是那种母语 所以的话难免有一些紧张 但是因为跟他还是关系比较好 大家没有什么 就是有这种默契 可能会给我 就是舒缓一下压力 反正不管怎么样了 就是瞎聊呗 那个 希望到时候这个节目出来 不会让大家听得难受 让我尽力 OK 我现在在路上去那个演播室 好了 我们到了凤凰卫视辈子 凤凰卫视辈子 凤凰卫视辈子 嗨 你好 嗨 我是哈尼 嗨 谢谢 谢谢 哇 我们的王兴姐姐 好大的演播室 这边坐下就能看到了 今天很漂亮 谢谢你 又赞我 哇 一年多 一年多 差不多两年 有啊 2000年 哦 不是 2020 2020 2020 2019 2020 是吗 对啊 两年 啊 72 两年前呢 是参加鑫姐的电台的节目 那这次呢 是电视啦 又讲广东话 那真是很紧张 哈哈 幸好鑫姐又给了很多鼓励给我啊 她说不这样的 你可以行的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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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帮你拍吧 你拍吧 我希望你能在这里嘛 对啊 一起导演 导演啊 呃 哈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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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恩姐 Florance 哈哈哈 真的很开心啊 因为 不是 九年前 又上了 恩姐的节目 现在又回来 说广东话 啊 好感张 好好啊 好好啊 我觉得很好啊 你不是广东人哦 江沙人说到这样 当然了 那些 我完全是 真的说得太小了 你只要稍微再说多一些 对啊 30分之后 拍完了 录完了 应该说是 挺快的 这次粤语说的不是很好 但是勉强地完成了 欢迎大家到时候来观看这个访谈节目 呃到时候我也会把它放在我的频道里面 请多关注 拜拜